十四五时期是中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增城的第一个五年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中国的开放发展更期待华商的广泛参与和热情支持 十四五时期华商将迎来哪些发展机遇 华商又该如何抓住机遇进一步参与中国开放的进程 世贸集团董事局主席中国侨商联合会会长许龙茂 在博欧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期间 接受中兴社中国焦点面对面专访 对此进行解读 许主席您好 主席您好 在您看来十四五时期华商将迎来哪些新发展机遇 他们又应该如何抓住这些机遇来实现互惠共赢呢 我觉得十四五规划增强了华商对中国经济高级量发展的信心 同时也为华商参与中国发展建设提供了更多的机遇和选举 为华商的事业发展开辟了十分广阔的前景 海南继贸港建设 越港澳大湾区建设 一带一路倡议都需要华商的参与 十四五时区华商可发挥舒适海外市场和隔绩归界的优势 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的左出器引进来 抓住疫情和经济复苏的记忆 聚焦先进进造业 新材料 基层电路 航空航天 生物医药 医疗康养 文化理由等靠科技高端服务产业 不断地培养新的经济增长点 为各类企业开拓格际市场 献祭出力 为引进格际基本和人才圈线大桥 积极助力大循环 双循环 新发展各局 以中国发展同频共振 分享中国快速发展带来的红利 徐主席 在您看来 华商应该如何发挥自身优势 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特别是民心相通方面发挥作用呢 广大华商应当好一带一路建设的开拓节 保握一带一路建设带来的格际拘役 多宽发展的僵益 推动合作项目 在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开发结果 作为年事各类外的桥梁 华商企业还可以发挥 既新人才会吹 联系广泛 隆通中外的优势 为做出气的中国企业提供各类的居言 帮助他们吸引格外的市场环境 一带一路不仅限于各家间的贸易和项目合作 更是互联互通的人文交流 民心相通 文化先行 华商懂得了中外的语言 熟悉中外文化 了解中外风土人情 社会环境的差异 在推动中外文明交流附件方面 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博欧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正在举行 华商应该如何探索合作模式来助力自贸港的建设呢 在自贸港间隙的进程中 海南不断为广大的华商企业家 提供了合机的优惠政策和优积的服务 为贸易、投资、跨境基金、人员流动提供了便利 未来随着自贸港建设的洪波开展 海南也将不断成为华商合机兴业的新落土 广大华商新市固土 是组个新市区改革开放和海南计贸港建设中不可缺少的力量 希望华商朋友们积极保握海南发展大势 抓住计贸港建设的广克机翼 充分保握政策红利 争取成为计贸港建设的和和人 广大华商可积极投心理由 康养、消费、贿赚等优势产业 同时充分施展、居盐和林脉的优势 为自贸港对接优秀的人才、基金和项目 徐主席 在您看来 十四五时期中国应该从哪些方面进一步着手努力 来为华商投资中国提供更便利的条件和营商环境呢? 十四五为华商的发展创大了重大的局域 广大华商也期待各家在政策、基金、平台等方面给予更多的支持 以更加开放的特技环境 具有格际竞争力的营商环境吸引华商投资创业 建议进一步完善法律和正确环境 做好精识化、专业化的服务 搭建更加广克的发展交流平台 为优秀人才提供科研、创业福奇等基金 为华商发展创造更好的机翼 同时建议适当的换宽签证、基留政策 为规格投资、创业的华商 在医疗、吉利教育等方面提供准革民待遇 感谢许永茂主席接受我们的采访 本期的中国焦点面对面就到这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